主贤被远警团团包围 压在路旁草队上 担心他们脱逃 远警立刻将人上铐 并且搜索车辆 查获六支手枪 一支长枪 还有一匹子弹 以及海洛因 安非他命 主贤和两名共犯暴力讨债 为了追逃两万元的赌债 到彰化汉堡找被害人谈判 过程中竟然开枪示威 事后警方获报 立刻调越路口监视器 展开追捕 在追捕的当下 嫌犯为了躲避查器 先开车冲撞远警的正方车 造成车辆毁损 车上三名嫌犯 两男一女通通受了伤 警方也在压制的过程中 左手腕也挂踩 还好都是轻伤没有大碍 记者陈胜伟 连家庆卵质疑 张化报道